5月1号本周六下午2点 您可以到YouTube CCYP频道 观看2021年度华裔年度盛世 华人工商亚太乐首映 中国菲律宾 越南 日本 韩国等各国美食 看直播 抽礼品 特约网红歌手 乐队表演 舞蹈武术 精彩奉上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新闻 上季度美国经济增长6.4% 显示出了强劲的迹象 据KTLA消息称 在消费者和政府援助的推动下 美国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 从去年冠状病毒爆发后 席卷全国的衰退中复苏 这场衰退迫使数千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政府周四表示 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4% 预计当前季度会更好 上周寻求失业援助的人数 达到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济人协会周四表示 三月份有更多的美国人签署了购房合同 这反映出随着夏季临近 房地产市场也表现强劲 经济专家们表示 广泛的疫苗接种和病毒感染病例的减少 更多的企业重新开放 巨额联邦支出的注入 以及健康的就业机会增加 应该有助于维持稳定的增长 他们预计2021年整体经济增长将接近7% 这将是1984年以来最快的年增长 纽约市将于7月1号全面重新开放 据CNBC消息称 纽约市长白思豪周四表示 纽约市将于7月1号全面重新开放 这是该市一年多来首次全面开放 第一次关闭始于2020年的3月份 当时该市的COVID-19大流行初期 成为了美国的重灾区 根据该市的数据 截至周三 该市已接种了600多万剂COVID-19疫苗 约36%的成年人口已经完全接种 该市一半以上的成年人 已经至少注射过一剂疫苗 FDA提议禁止薄荷味香烟 据CNBC消息称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周四宣布 将提议在美国禁止薄荷味的香烟 这将对未来的烟草销售造成巨大的打击 根据FDA的数据 青少年有色人种和低收入社区 过多的使用了薄荷香烟 绝大多数黑人烟民是很喜欢薄荷味香烟品牌 目前美国黑人男性患肺癌的比率最高 FDA代理专员珍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通过这些行动 FDA将有助于显著减少年轻烟民人数 增加正在西安的人戒烟的机会 并解决有色群体 低收入群体的健康差异 由于交易员关注拜登的计划和收益 股市在创下历史新高后继续下跌 据Yahoo Finance消息称 因投资者考虑到了大公司优于预期的业绩 以及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旨在改善美国基础设施 支持家庭儿童和学生的一系列提案 股市在触及记录高位后回吐了部分涨幅 标准普尔500指数开盘后一度攀升至超过4200点的记录高位 道琼斯工业指数持平回吐了盘中212点涨幅 默克公司股价在财报不及预期后下跌 纳斯达克指数小幅走高 以上是我们今天热点新闻的节目内容 很感谢您的收看 点赞视频订阅CCYP频道 是您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今晚七点晚间新闻我们再会